亲爱的朋友 我们又回来了 今天我们分享 陈城坡 这一位一代 伟大的画家 他的生平 他的学习 还有他的 不幸的 结局 死于228的枪弹 那么关于这一段 如果大家有兴趣 多深入去研究的话 去了解的话 你可以看一看 1990年出版的 228消失的台湾精英 这是李小峰教授 所写的 228消失的台湾精英 这里面 我们这一部分 其实画家 他是在不应该 在这个228事件里头 这样 惨遭横死的命运 好 那我们接着呢 还是要回到 陈城坡 伟大的作品里面 跟大家来 分享 他的哪一些作品 他的作品 以最多数是 描述他所爱的 故乡 家义 的街景 风土 人文 种种 生活 点滴 那么有一些 别人对他的描述 非常的 应该怎么讲 有血有肉的 我们会觉得好像他就在身边 这样子的 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这样的说法 陈城坡很喜欢 去外面写作 作画的时候呢 他也不介意别人来看 画一个段落 他还会跟旁边来看的人呢 来讨论讨论 所以 曾经 你不晓得 这些游客里头 他是什么样的背景 所以他都也跟他们请益 不管是民俗画家啦 或是学校的老师啦 或是农夫 那有一次啊 他画阿里山神木 那正好林务人员 管理林务的人在那边 林务人员说 哦 我看你画的树 好像有600年的树林 哇 他就很高兴 因为这样表示 他画的这个树 画的够强壮 所以这是他很 平易近人的 的一点啦 嗯 还有一个记录 他在27岁的时候 他的手记 里面就显现出 很大的这个对人生的热情 但是里面隐隐约约 好像 似乎为他自己很短暂的一生 写下注脚 他这样写 一个以艺术创作为己任的人 却不能为艺术而生 为艺术而死 还能够算是一个艺术家吗 生物会为他们同类的死 而痛苦而哀伤 那哀伤的眼泪 象征的是什么呢 这一段文字 有一点像是 遇见他自己悲剧的结局 这样的一生 他说如果我不能为艺术而生 不能为艺术而死 还能够算是个艺术家吗 这是好像一个控诉 他自认他应该是一个艺术家 可是他怎么知道 他最后不是为艺术而死 这是多么的对艺术家来说 是多么的难堪的事情 他多么希望他是为艺术而生 为艺术而死 所以陈城坡这一位台湾最有才华的艺术家 他是228暴力的牺牲者 他追求和平的思想 反映在他的油画 嘉义公园 这个嘉义公园这一幅画很重要 这是他1937年的作品 而他死于1947年 这个嘉义公园这一幅画 在加士德的香港春季拍卖会里面 创下2600万元的高价记录 所以对比起来 他悲剧的一生 真的要让我们来思考 了解到台湾是不是应该要摆脱 这个外来的独裁统治 特别是独裁 台湾什么时候能够以文艺 新国成为一个民主 而有独立国格的一个国家呢 我们不要说艺术家 音乐家可以置外于政治 可是政治会来干预到你 甚至于像陈城坡这样的艺术家 都会死于非命 死于一个暴力的政府 这个真的是我们要来好好的思考 好我们再回来谈陈城坡的作品 他在1895年2月2日出生 1895年就是台湾 割让给日本 日本的统治开始的那一年 2月2日出生于嘉义 他对家乡有很深厚的感情 他差不多有十幅画 是描绘嘉义的景致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 跟大家提到过 他入选日本第七届帝国美术展览 是台湾第一个受日本肯定的画家 嘉义公园 也是在加士德的拍卖市场上 写下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拍卖价格 那嘉义公园这一幅画 图画中里面的凤凰木 然后有阳光 有野鹤 这是非常美的南台湾的夏天 嘉义公园这一幅画 那么嘉义德拍卖市场 不但拍到了这么好的价格 而且也非常得到好评 就是说嘉义公园可以媲美 印象派之父赛上 在1894年所画的黑城堡一景 两个来比拟呢 认为画中白色的长尾红鹤裙 和凤凰木交错的树根 造就了一个丰富层次 热闹华丽的构图 那么在1937年的这个嘉义公园之外呢 其实撑撑坡还有一幅跟嘉义公园 风味完全不同的绿印浓厚的老树下 由野鸭在绿色的水坡上细水 这个真的是宛如欢乐的童话世界 所以陈城坡的画作是这么样的丰富 带有艺术家本身 对乡土 对自家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土地 那么样浓厚的感情 然后投入他的赤子之心 他眼中看到的嘉义 就是这样的 那么故乡的泥土 还有孤吉感 也孕育了陈城坡的梦公园 嘉义公园 嘉义街景 嘉义郊外 等等这些画作 都是在1933年到1947年之间 这个时候陈城坡是一位年近四十 这么年轻 而已经在日本拿下多项的帝国美展的大奖 并且在中国大陆上海等地任教 担任很多大赛的评审 然而 这时候台湾画坛的杨三郎 刘启祥赴欧洲进修 盐水龙定居日本 陈直齐并逝 画坛可以说是冷清的 陈城坡独自寻觅艺术 在台湾四处旅游作画 他的儿子曾经说 他父亲一年待在家里的时间 凑一凑大概不到三个月 可见他都是一直在外面 在寻找心灵的衣归 以艺术家来说 他的画作就是他的衣归 天才总是一直感到饥饿 总是不停地寻找各种心灵的食粮 最后呢 只能够自己充实自己的心灵 以自己的创作 不断地创作 来喂饱他自己的心灵 那除了嘉义 陈城坡也钟情淡水 淡水的日出 渡口 楼房 高尔夫球场 学校都曾经入化 还有很多 不知道台湾哪个地方的一些景致 都诉说着 他曾经游走寻觅 安身之处的这样的心情 难怪他的儿子说 他一年里面 留在家里的时间不到三个月 其实整个台湾 可以说都是他的家 特别是他描绘家乡 嘉义的这一些作品 遗留给后世的 真的是只能低回 我们对这一位前辈画家 真的有无限的仰望 跟无限的崇敬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 陈城坡 短短的一生 而且死于 他非常不喜欢的 不是为艺术而死 这是非常可惜 冤枉的一件事情 228带给台湾的伤痛 不只是死亡 不只是死亡 还有更多的是恐怖 恐惧 还有对社会跟对政治的 不敢多付出关心 这个造成今天台湾 政局 社会上的很多的乱象 知识分子 不敢关心社会 那么对政治 没有足够的素养 这些都是造成台湾 因为228而精英断层 这样子的一个 很可惜的事情 还有带给后世更多的 除了死亡 恐怖之外 还有对人性的曲解 比如说 因为恐惧而带来的一些 隐藏自己的想法 还有猜忌 不信任 这都是后来很大的 不好的影响 那我们回顾 陈成坡先生的 凄惨的下场 可是呢 我们更希望 能够从他的作品里面 我们得到更多的安慰 还有 我们仍然要爱乡 爱土 爱家 爱国 这样子的情怀 我想这才是 我们台湾人 要在这一块土地上 安身立命 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件事吧 爱乡 爱土 爱人 爱国 今天 我们的节目 就在这里 跟大家说再见了 以后 再有机会 我们来谈论 更多的艺术家 艺术创作者 和大家来分享 他们的生命故事 再见 请不吝点赞